首相拿督斯利安华目前在美国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他也播共参观当地多家大型科技企业 甚至获得对方的告知 打算在我国加大投资 当中包括谷歌 微软和TikTok 而美国锂离子电池巨头Innovix更加表明 将在未来15年在我国投资58亿令吉 当中位于槟城的工厂就会在明年4月投入运作 首相安华在美国星期三的行程非常繁忙 他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会晤了多家科技企业巨头 其中一家就是搜索引擎巨拨谷歌 谷歌宣布和我国展开战略合作 让更多民众和本地企业合作 透过培训参与数码经济领域 进而提升我国的数码竞争力 双方在安华见证下移交了合作备忘录 安华表示这项合作正好符合昌明大马经济框架 和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的需求 谷歌主席波拉特则透露 集团这项合作主要是帮助我国实现支持创新的生态系统 当中包括为我国民众提供免费的培训计划 预计在2026年会有30万名我国公民从中受惠 除了谷歌 美国锂离子电池巨头Anovic也向安华带来好消息 那就是我国将在未来15年内 透过和YBS公司合作 在我国投资58亿令吉 当中包括在槟城建设工厂 这个工厂预计明年4月就会运作 安华透露 在政府加快处理投资者申请的推注下 我国的外来直接投资额创向新高 另外安华也会见了微软亚洲区主席阿莫马扎里 已经在我国设有数据中心的微软 有意注入新投资 将我国打造成反人工智能诈骗和云计算枢纽 他更是在和TikTok首席执行员周壽兹会晤时被告知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有意在我国建设数据中心 此外安华也接见了美国德州太平洋集团联合创办人克尔特 这家资产巨头在我国投资额已经高达138亿令吉 涵盖教育、保健和消费者领域 感谢观看